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不是没拎着吗 你说这一路上 你一直是把我顶脑上跑过来的 你看给我拎的 媳妇 但你是真有劲的 我就喜欢你这一绑的力气 讨厌 累坏了吧 老公 今天几号了 今天三十号吧 你是不是有啥事 忘了 我给你蹲鸡去 你给我站住 装美心啊 坐 月底了 工资发了呗 月底了哈 工资发了吗 发了 媳妇啊 我现在让你多脸的哈 世金钱如粪土 对工资一点概念都没有 这是这个月工资五千 一分不少 老公你表现真好 给 拿200块钱花去 不用 媳妇 你上个月给我拿200块钱 我还剩160块钱 真的给家里省钱 媳妇啊 咱俩结婚那天我就跟你说过 我们两个之间完全透明 我绝对不会背着你藏一分私房钱 老公 你真好 嗯 哎 门都不管 哎呀呀哎 合来了 哎哎哎哎 合来了 哈哈哈 咋子 有事吗 没事啊 哥 啊 上个月管你借的一千还你 这一千 是我的吗 是啊 这一千块钱怎么回事 是啊 媳妇 这一千块钱怎么回事 不是我说吗 上网没钱了 管你这一千吗 对 行了 你走吧 走 回家 回家 走 往哪走啊 媳妇 这一千块钱怎么回事 媳妇你从来介绍 是这样 媳妇 你下个月不是过生日吗 你喜欢一双鞋 这一千块钱 是我攒下来准备送你那双鞋的 真的 你真好 没骗过你 剩下那两千下个月给你 媳妇啊 我要是说 我还想再多买两双鞋 你信不 我信 你别鬼了你啊 你信点媳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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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会一千一会两千 那咋回事 媳妇你听我说 你给我解释 我错了媳妇 我错了 这三千块钱 确实是我攒的私房钱 但你放心 除了这三千 就透明了 我这三千都给你媳妇 你别生气了 真的 真的媳妇 你不许骗我 老公 你以后要再背着我藏私房钱 我就把你打成癫癫 我终于买菜了啊 媳妇那个多买点肉啊 啥事啊 这种那一天